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给你买个东西吧 买什么 买你今天的笑容 早 我比写下一篇如鸡 早 老板 你怎么来了 今天特殊照顾病人 你是亲自开车来借我上班的 我身体已经没什么问题了 我来开车吧 真的没问题了 要不要多休息一天 真的不用 你看我活蹦乱跳的 哪还像个病人啊 再说了 你为我冒那么大的心 我是越想越生气 越想越自责 昨晚一夜都没怎么睡呢 好吧 走 上车 吃早餐了吗 先去买杯喝的吧 我没听错吧 你不是说 喝杯好喝的饮料 会让心情变好吗 出发了 您的果汁茶 不好意思啊 我们的网络坏掉了 导标码 您能用现金支付吗 现金 我有 来 不好意思啊 可能硬币有点多 我喜欢硬币 谢谢啊 走吧 谢谢啊 慢走 和我一起说 一 二 三 满青春珍贵 那就可悲 那些炽热的梦听我只会 四 五 六 张放肆地坠 年轻万岁 给你买个东西吧 慢慢怨气的你最完美 买什么 买你今天的笑容 成交 又买什么 买你明天的笑容 好 后天的 以后的 对嘛 你就是要多笑笑 我这还有呢 以后啊 你就要多笑笑 不要总会反省脸 为了你的笑容 换了多少钱 有病 早 早 早 小宁 听说你昨天生病了 怎么你跟顾总 都没来上班啊 我 没事了 放心 马身体好着呢 好 喂 你早 确定不用再休息几天吗 不用了 我没事的 好 那辛苦你了 小宁 前天的事很抱歉 方便出来聊几句吗 我就在楼下的咖啡厅 好 顾总 需要您签个字 好嘞 顾总今天心情不错 有人今天买了我的笑脸 买 笑脸 文文姐 前两天的事 我已经跟顾川解释过了 但是这事终归是因我而起的 我再次跟你道歉 没事了 文文姐 这事跟你没关系 是我自己倒霉 这个是我的一点心意 不用了 都说了不用道歉 为什么要送我礼物啊 也不算是礼物吧 应该说是 一个纪念品 纪念品 你 这个里面是十年前 顾川给国家地理价值 拍摄的一些作品 还有一些他年少时的照片 一直放在我这里也不合适 我觉得现在 应该给你保管吧 这些都是他拍的 我希望你能多了解一些 他的过去 我 有什么资格 你相信我 没有人比你更有资格 明天我就要去澳大利亚了 那边的山火让许多动物 都濒临灭绝 我想去那边拍下 他们最后的样子 也许很快回来 也许要很久吧 你怎么突然要走啊 营展呢 不办了吗 爸 等我回来 还找你们做设计 我这次回来呢 最大的收获就是遇见了你 也是你让我重新认识了顾川 所以 将小宁好好照顾他 我问家 你不会是因为我才要走的吧 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吧 事发突然就胡思乱想了一下 顾川 他是一个比较固执的人吧 他决定的是没有人能改变 但是我相信只有你能改变他 因为你跟他一样 都有一颗滚烫的心 我是真心希望你们能幸福的 没有错过 没有遗憾 我已经有我的幸福了 你也要加油哦 谢谢你 萌萌姐 那真是的 还顾川 好 你 还好 是 好 好了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